绝对求生最近上线了它的第五张地图 一个只有一公里大的小岛 敲打速度更快 玩家战斗更密集 房屋可以拆迁 黏土炸弹可以破墙 有点像残留哈 是不是还有黑色轰炸区 把房子轰个稀巴烂 这不是紫色的吗 决赛圈绝对没有房区 只有活下来的队伍 才能拥有这岛上的地下金库 63个选手 一公里的小岛 四面八防都潜伏杀鸡 只有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才能活到最后 那么如何在卡拉丁的死亡计赛中生存下去呢 下面就叫大家 卡拉丁的吃鸡四大绝技 绝技一 黑圈拆清户 专门的黑圈等爆炸 爆炸之后一波北 有意建筑的搜索太过复杂 不等待复杂区轰掉房屋以后 直接搜刮 而且复杂区附近的人一般都逃到远远的 可为卡拉丁的拆清户 才是这个地图的终极玩法 导弹一般只炸圈中间的箭短 只要你稍微往外站 绝技二 天生穿墙术 不要说我开了外挂 大哥不在 我的天下 神群异判教你做人 在卡拉丁有很多这样的木质墙板 通过对生命的辨识 可以精准判断敌人的位置 排六玩家基本操作 今天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什么叫做杀人不眨眼 穿墙不要脸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绝技三 野战 小王子 对付空军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城镇生存 老鹰逼太多 虽然野外很穷 但是只要稍微有一点装备 就可以在高山远远望去 给城镇里的小可爱一个 SPLICE 正所谓 塔拉姆蝉 黄雀在后 看得圆 没风险 这才是野战的王道 绝技四 黄金矿工 卡拉姆绝密地区 绝地求生 首次加入了地道战 通往地道的门口 通常是这样 在旗子的蒙古包 或者地图上 浅色的遗地 只要我们在附近的小区 搜上一个黏土炸弹 这个神秘的地点 会让你成为 终极黄金矿工 爆破土墙 一搏飞 就敢问问 还有谁 隐藏绝技 违情 刺客大师 当你的地下金库 被人杰足先登了 不要着急 利用我们以上的四大绝技 进行翻盘 首先利用黑圈的轰炸绳 掩盖几人摇步 其次 轻声变味 锁定地面上的敌人 接着 寻找野战出口 锁定几个人的菊花 最后 我们只看不打 等待时机 混入其中 在合适的时间点 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 等待敌人一开战 就是我们 大沙四方的 精彩时刻 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我在敌人的背 我操 以上就是卡拉筋的 吃鸡四大学系 你学会了吗 这都好骗人教学 值得你一看 绝对浪费你生命中的 每一秒 毕竟 我要三年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说 我忘记得你生命中的 我忘记得你生命中的 Uuuuuh 你要我馬頭跑 我醒來快要放掉 Uuuuuh 這點沒法做得好 這點沒法做得好 這點就像怪的好 這點沒法做得好 這點就像怪的好 啊 啊 啊